請不要再各方 接下來事無所謂 像事無所謂在北傳裡面也有 但是解釋不大一樣 內容這是許多詞可能差不多 但是許多內容不大一樣 事無所謂 第一種 政治訣無所謂 第二種 漏盡無所謂 第三 說藏法無所謂 第四 说导出之道无所谓 这在北传也有 但是解释不一样 第一种 政治觉无所谓就是 如果有沙门 婆罗门 天神 幻天 摩 天摩 还有幻天 或者世间任何人 如果有理由的指控国头说 你所宣称的政治觉者 你对此话并未正觉 就是指控国头说 你说你是政治觉者 你是佛陀 你不是真正佛陀 佛陀对这样子已经得到安伦 不会害怕 就是无所谓 不会害怕的意思 第二 落尽无所谓 如果有沙门 婆罗门 天摩 幻天或世间任何人 如法有理由的指控佛陀说 你所宣称的落尽者 你对此落尽的猪肉并未灭尽 就是说如果有人指控国头说 你自称说你已经断除所有烦恼 但是你的烦恼没有完全断尽 活陀对这样子控不会害怕 那已经得到安伦 无所谓 第三 说障碍法无所谓 就是说若有沙门 婆罗门 天摩 幻天或世间任何人 如法有理由的指控国头说 你所说的障碍法 从事那些也不足以过程障碍 就是说如果有人讲说 你再讲说那个贪欲 对武艺的贪爱 对种种那不会过程修行的尘碍 那怎么样 那佛陀对这些指控是以德安伦 不会害怕 没有畏惧 第四 说导出之道无所谓 就是如果有沙门 婆罗门 天摩 幻天或世间任何人 如法有理由的指控佛头说 你所开始消灭贪欲的修不尽等法 依此同行者无法导出完全灭尽诸苦 就是说如果有人指控佛头说 你说要怎么修行才有办法断除苦 就要处理生死人为 你这样讲是假的 佛陀 佛陀对这样的指控 不会害怕 无所谓 一点就是完全得到 完全安稳